早上有請部長 由述發布主辦的第五屆IT大使 開信計畫背後主要推手唐豐部長 也與會 只是這次很有可能是最後一次 以部長身份出席嗎 目前為止我是還沒有收到 這方面的徵詢 就像我之前在聯訪的時候 有說過的 我們政務官不管是去留 都是由長官來決定 還是那一句去留長官決定 畢竟準總統賴清德即將在520上任 內閣改組唐豐的去留 近期更是憑被討論 遭到黨內逼供傳聞不斷 本週四將至立法院報告 更有自家民進黨立委表明 到時候要給唐豐好看 期末考 意味濃厚 我是主動去跟趙偉爭取說 除了我們的業務報告 包含房價等等之外 也排專案報告 那專案報告就是關於我們出國 特別是一些經貿談判的一些成果 洋洋洒洒列出政績 似乎對自己的成效有信心 眼看新會期立法院各委員會 即將展開工房大戲 唐豐卻成了綠營眼中釘 打炸不給力 也成了藍營大選的手中把柄 有基層同仁就跳出來替唐豐抱不平 發文寫到自己的老公 曾經目睹他好幾次工作的樣子 警示系統一響 快速與同仁一起抵擋 來自國外的惡意攻擊 常常一忙就從半夜到黎明 還承以兩年內達到的網路 韌性基礎建設成就來說 唐豐前無古人 就像防炸工作一樣 其實我們在過去一年 已經有相當多的成果 那當然大家印象有的時候 可能是停在我們不剛剛開始 組成的時候的狀況 所以把這個印象能夠更新 這個是我的初衷 拿出誠意 副立法院一次說個明白 是離開之前最後的交代 還是為了留下的奮力一搏 外界密切關注 華視新聞另外與翁前黃太報導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